正式选拔 但今天的对策也是全比赛之后 用你对的一次小考 凡是表现出色的选手 都可以获得敲锣的鼓励一次 表现最抢眼的是出生于2003年的小花子施迦 她的前门还在首位 她的平衡目难度达到6.6 完成了可牵可点 得到15.500的最高分 自由超有所升级 单向成绩也排在第二 其实平衡目就是还可以再高一点点 但是呢就是 主要是今天前团没有接上跳步 如果接上跳步了 就是又可以多0.2了 然后第一分就可以再高一点 自由超就是做了一个108900前去 然后现在也在学一个阿拉伯前空翻 就比全景赛也稍微提高了一点 另外两位03年的小花 其实还在跳马自由超的投名 而唐献竞跳马拿出了 有耳琴科T20全能位列第二 参加了去年多哈式比赛的 罗欢张锦刘婷婷 也都发挥正常 全能敏烈前茅 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试锦赛之后 接受脚步手术的陈一乐 目前已经开始恢复 虽然成绩还不太理想 但小姑娘对未来很有信心 虽然今天测的不怎么样 但是我还是很开心的 因为毕竟已经开始慢慢跟上他们脚步了 希望我觉得下次肯定会测的比赛之要好 谢谢大家